候选人提出政见争取选民认同 国民党立委候选人李志勇 是提出了幸福青年文创成家的想法 因为他认为中兴文创园区除了举办活动之外 其他的时间并没有开放 实用性低 如果让青年文创工作者可以在这里生根落脚 就能形成艺术家文创产业的聚落 台湾设计展12月6号 在中兴文创园区圆满落幕 而活动结束之后 园区又关起门来没有开放 李志勇感叹 这块宝贵的土地 幸福为妥善的规划 以及利用十分的可惜 而他也表示 如果顺利当选 要在这推动青年文创幸福宅 让文创工作者可以在这里生根落脚 形成艺术聚落 保障青年创业 就业 成家的机会还有权益 看到设计展示之后 我们现在看到中兴文创园区 它还回合到以前 非常的空洞 就只有都没命 没带来延续性的商机 所以自用未来 也有机会来进入充电 我们要来推动 这个方向里面 就是一个最好的 自用建建里面 青年幸福宅 我们希望这块土地的未来 我们把整个做青年文创幸福宅 让一些文创的这些年轻人 文创的产业能够带进这个地方 结合青年的居住正义 在这个地方落脚生根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 台北市已经开发成功 有一个保障的国际艺术村 还有我们的华山创意文化园区 都是一个很好的开发成功的案例 我们未来它比较像这种方向 和中心文创园区 再创新的风华 李志勇也呼吁县府 不要老是把值得利用的土地 变成建地卖掉 希望有效来应用这块土地 成为文创基地 也是青年创业基地 公有土地 不可以还有几个月 切切一块一块把它买掉 一旦老就来 让我们这些市场 来认同我们这个土地 可以进行带动地方的反应 让年轻人尊重大的部分 我们用心来改冠 真真正让年轻人的 进行居住正义 这样来做起来 对年轻人好 对我们这个土地的未来好 都是真面目的 宜蘭县政府取得中心职业厂区 占地20公顷的开发权 而中心文创园区未来的发展 以及如何带动周边的产业 各界都在关注着 宜蘭新闻记者 南下如彩宝报道 我们下期见